近日,第六届黑龙江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在七七哈尔市举行 除了师弟观赫赏自然风光 这所谓语为国际烤肉美食之都的城市 也因独特的烤肉文化吸引着来自天南海北的时刻 我们前几天刚从俄罗斯回来 我的好朋友请我吃一顿烤肉 也是七七哈尔的特色 我最喜欢吃的是牛肉大片 然后我家孩子特别爱吃牛肉串 我个人认为七七哈尔这个烤肉实在是太好吃了 牛肉在炭火盘上滋滋作响 时刻们大快朵移感受了东北好景 如今,七七哈尔烤肉因其独特的烤制工艺 以及外焦里嫩的口感闻名在外 截至目前 全国七七哈尔烤肉门店达2.27万家 成为占比最高的烤肉统一品牌 那么,七七哈尔烤肉缘和飘香全国 近日,记者先后走进七七哈尔烤肉店 烤肉工厂等地进行探访 七哈尔烤肉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呢 就是最开始因为我们是一个纵工业基地 厂的比较多 大家就用一个简易的工具做了一个小炭炉 然后各家就可以进行烤肉 这样比上饭店要节省很多钱 但是随着这个慢慢地发展 这个烤肉不断地产业化 所以就是现在的分得越来越细 也越来越走向高端 就是我们家现在已经把一个牛精细地分割 适合烤肉的部分 已经能分出20多个品类了 整个牛就可以分到40多个品类 我们七哈尔烤肉呢 只是用我们这个特制的烤肉拌料 是干的 稍微地拌一下 不添加任何其他的东西 然后就可以上桌食用 而且味道也很鲜美 我们家里头只要是能吃的 都能放到烤盘上烤 比如说这个柿子 金针菇等等 当然啊 我们正宗的还是我们的牛肉 串是最好吃的 这个肉也是最香的 烤肉吃得香 肉质很重要 齐齐哈尔在达乌尔语中 意为天然牧场 地处北纬47度 是国际公认的黄金肉牛养殖代 肉牛吃天然牧草长大 牛肉品质优良 所以齐齐哈尔也被誉为 中国牛都 中国高端肉牛示范基地 目前我们全市肉牛赛量达到200多万头 每年我们的出来量能大概在75万头左右 从08年开始 我们首先引进了傲气的和牛 通过这两年呢 我们又逐步引进了安格斯牛 海福特牛 这些牛呢都是一些高品质的牛 在一种过程中 或者是在养殖过程中 我们会采取让牛听医院喝啤酒这种方式增加肉的质量 下一步呢 就是我们部落网要扩群 我们还可以增值 这一点呢 我们就用动培的技术 多大扩大总群的数量 目前 齐齐哈尔市以基本形成 及繁育养殖 屠宰分切 肉制品身加工 冷链物流 终端销售等为一体的 烤肉全产业链发展模式 国内市场这一块呢 像我们电商平台的话呢 我们是全网都在做 发货占比最高的就是北上广深 而且我们产品的复购率也是特别高 能达到70% 剑下这一块呢 我们也是合作了很多大型的连锁的餐饮 还有社区团购 还有大型的商超 我们完善产业链之后啊 我们的目的呢 就是保证我们的品质 让每一个这个消费者 能吃到齐齐哈尔烤肉 真正的烤肉 高品质的烤肉 如今 齐齐哈尔烤肉 已成为这座城市的亮丽名片 未来 该市将继续推动烤肉产业 标准化 连锁化 数字化 国际化发展